驅车绕着山路 来到13岁的张晨家里 是志工每月一次和他的约定 张晨 两岁半时 罹患罕见尿崩症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筹错医药费 此季从2016年走入关怀 姨姨 姐姐 姨姨 而这趟更多了几位年轻志工 一起参与线下读书会 网友向简欢 因为姐姐18岁了 姐姐可以负责去照顾我 比她更小的学中小朋友 清秀外表的康玉然 不仔细看 很难看出脸部患有先天血管流 志工两年多来的陪伴 让害羞腼腆的女孩 率变成自行少女 虽然说上天给我们初始的设置不一样 有人很健康 有人有病痛 有人很漂亮 有人很平庸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 让我们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用小看自己 认为能有 不是 可能 午餐自己动手做 简单素食料理 孩子们强制付出 帮你们谁下来 第一次穿上职工服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感觉非常地开心 然后我希望下次 那个 也这样我 我继续跟着 别忘了 一起去 好多小朋友的家 帮助她 从付出中 找到自我价值 也让少女的笑容 宛如花开灿烂 大约新闻 这下美志工 王云秀 北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